兴乾隆57年,福康安翻越喜马拉雅山,跨境击败库尔卡。 乾隆56年冬,福康安选择从西宁入藏,路程更短,但是路途却更加艰难。 寒冬的雪域高原大雪封山,清军穿越海拔近5000米的藏北羌塘无人区,全城连取暖的枯草都找不到,只能以牛马粪便做饭取暖。 福康安在高原花了50天走了数千公里,于次年正月抵达拉萨,马上接管了拉萨的房屋,稳住了局势,几乎在同时,乾隆抽掉了3000名索轮兵。 索轮兵从黑龙江出发,前往拉萨同福康安会师。 在康熙年间,把其战斗力已经腐朽不堪,全靠索轮兵冲锋打战。 索轮兵跨越大半个中国,历时五个月抵达拉萨,同福康安会师。 同年五月,福康安带着集结完毕的一万名清军从拉萨出发,一路上清除了库尔卡的非法据点。 库尔卡士兵手里的英国造碎伐枪,给清军带来了很大麻烦。 海兰查带着索轮骑兵,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峡谷来回冲杀。 清军花了三天时间,使用火炮收复湿地记录。 休整三天后,福康安带着6000清军,翻越平均海拔7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。 及席库尔卡都城仰步。 索轮人再次立功,击溃对方数次拦截,清军兵临仰步。 库尔卡表示投降,向清朝称臣难攻。 库尔卡